欢迎来到猴哥财经 今天是6月21日星期一 今天这期视频为大家介绍 近期华尔街分析师们强烈推荐的5只股票 全部都是近期刚刚上市的公司 大部分人都还没有关注到的高速成长型股票 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今天的第一只股票叫做Flywire代码FLYW 公司在5月28日上市 IPO的定价在24美元 公司目前的市值为37亿美元 股票在上市当天就大涨了46% 但在之后的几天有所回调 一度下跌到了28美元 但近期随着大量投行的分析师给出了买入评级 导致股价再次暴涨至36美元 基本上是上市首日的收盘价 在过去几天中一共有9家美国的知名投行给出了评级 而且全部给出了买入评级 最值得关注的是大佬中的大佬高盛投行 他们给出了53美元的目标价格 距离今天的收盘价有47%的上涨空间 紧随其后的摩根大通也给出了45美元的目标价 有25%的上涨空间 通常公司在上市以后投行都会倾向于给出买入评级 但是如果给出很高的目标价格 那才是真正看好这家公司 所以目前根据高盛和摩根大通给出的目标价 说明他们都非常看好Flywire这家公司 Flywire是一家全球性的支付软件公司 目前针对的是教育、医疗、旅游和其他的B2B行业 他们做的就是将公司的全球支付网络和支付平台 以及特定于垂直行业 比如说教育或医疗行业的软件结合起来 来帮助他们的客户获得付款 可以说它是企业版的Square 但是他们也细化针对教育和医疗行业 比如说美国大量的大学都在使用Flywire 他们的软件收取学费 另外美国十个最大的医疗保健系统中 有四个也在使用公司的软件 这家公司成立于2009年 最初做的就是帮助国际留学生 更加容易的支付美国的学费 为的就是躲避通常银行会收取的高昂的手续费 在那之后 公司也把业务扩张到了其他的行业 比如说医院旅游等等 目前有超过2000家的客户 使用Flywire可以接受130种货币的付款 尽管去年因为新冠来临 很多公司的运营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但Flywire在去年依然处理了75亿美元的支付额 并签约了400名新客户 同时保留了97%的现有客户 在这样的环境下公司2020年的收入依然高达1.3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39% 而且2021年仅仅前三个月的收入就已经达到4500万美元 所以按照这个趋势 今年的收入也将大幅的增长 但是公司目前尚未盈利 公司去年净亏损为1100万美元 2019年净亏损为2000万美元 所以虽然公司目前尚未盈利 但是亏损已经开始逐渐的缩小 Flywire的CEO也对公司非常有信心 他表示从长远来看 在5年之内公司的现金流将会转正 而且他还预计随着夏天来临 国际旅行的激增将推动Flywire今年业务的发展 那我们都知道近期整体的支付行业非常的火热 尤其是在新冠以后加快了美国走向数字化支付的速度 那这个行业整体都会受益 在被多家投行推荐以后 目前的股价已经大幅攀升 所以我们并不需要着急追高 通常刚上市的IPO都会遵守一个规律 就是上市后前期大涨 之后的一两个月中随着解禁期的来临 股价会有所回调 所以只要能够回调至IPO价格上下10%的区域 是入场的最佳时期 所以对于Flywire24美元的IPO价格 如果能够回调至26到27这个区间 就可以考虑初步建仓 今天的第二只股票叫做Oatly代码OTLY 公司在5月21日上市 IPO价格在17美元 目前公司的市值为160亿美元 公司在上市首日就大涨了17% 而且在那之后不断的上涨 截止今天收盘价已经涨上26美元 比IPO价格整整高出了52% 在过去几天中一共有12家投行给出了评级 其中有一半给出了买入评级 另外一半给出了持有的评级 那最值得关注的是其中的Jeffreys 他们给出了34美元的目标价格 在最近的大涨以后 距离今天的收盘价依然有29%的上涨空间 但是通过对比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投行对这只股票的兴趣远远不如刚才的Flywire 但这大概率是因为最近涨得太多了 估值过高了 那OTLY是全球最大的植物奶公司 它创立于1994年 创立这家公司的初衷就是为那些乳糖不耐受的消费者们 设计一款能够替代牛奶的奶制品 但是公司在成立初期增长相当的缓慢 一度没有太大的起色 直到公司现在的CEO上任以后 他通过不断的改善包装 让品牌形象更加的鲜明 并且从咖啡店中的咖啡师下手 这样才帮助公司走上了快速增长的道路 从2018年到2019年 公司的收入整整翻了一倍 从1亿美元增长到了超过2亿美元 然后在2020年公司进一步的增长 收入再次翻了一倍多 达到4.25亿美元的收入 如此之快的收入增长 在食品行业中真的非常少见 而且截止现在 在美国8500间实体店和1万间咖啡店 都可以买到Oatly的产品 虽然收入增长非常的快 但是公司去年整体的净亏损超过6000万美元 主要因为公司在去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去进入新市场 建立公司品牌的知名度 以及扩大他们的生产 所以我认为这个亏损还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公司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才可以扩大生产规模 去满足这些新的销量 在过去的两到三年中 因为人们对环保和养生越来越重视 素食者不再是燕麦奶唯一的消费者 有大量的非素食消费者也开始购买燕麦奶 根据行业专家的统计 目前植物奶市场规模高达170亿美元 虽然听起来很大 但实际上仅占美国6000亿乳制品市场的一小部分 但是植物奶行业在过去几年有非常惊人的增长速度 从整体来看 美国去年的替代性奶制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5% 在这其中 欧里销售的燕麦奶更是增长最快的部分 同比增长了131% 但更加有趣的是 人们已经习惯的其他替代性奶制品 比如说豆浆椰奶等等 这些饮品的销量都在下滑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 燕麦奶才是推动整体替代性奶制品增长的主要动力 Oatly这家公司目前的发展非常类似早期的beyond me 单从开拓新的销售渠道就可以保持非常高速的收入增长 而且这也是未来的大趋势 所以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那Oatly当时IPO的定价在17美元 目前看来想要回调至这个价格基本上已经不太可能了 根据目前的走势来看 如果可以回调至22到23美元这个区间 可以考虑开始建仓 今天的第三只股票叫做Paymentus Holding 代码PAY 公司在5月26日上市 IPO定价在21美元 公司现在的市值为35亿美元 它在上市首日就大涨了36%至28美元 但在那之后基本上都徘徊在这个价格 截止今天的收盘价为30美元 在过去几天中一共有8家投行给出了评级 其中6家给出了买入评级 另外2家给了持有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大佬高盛 给出了54美元的目标价格 距离今天的收盘价 依然有79%的上涨空间 可以看得出他们非常看好这家公司 Paymentus是一家电子计费公司 为1300多个商业客户提供基于云的账单支付技术 主要针对的都是一些中小型企业 帮助他们完成日常的账单支付和管理 刚才介绍Flywire的时候 我们提到过电子支付一定是未来的大趋势 据专家分析 这个行业将在未来7年中迎来飞速的增长 尤其是目前大部分中小型企业 依然有非常繁琐的支付部门 聘用了大量的员工 不仅有很高的人力成本 同时还会出现大量的错误 导致少付钱或者晚付钱的情况出现 所以通过使用Paymentus的软件 公司不仅可以大量裁员节省成本 同时还可以提高支付的效率和准确性 公司整体所处理的交易量 在过去五年也有稳定的增长 在去年 公司整体的收入超过了3亿美元 相比2019年同比增长了28% 而且2021年 今年第一季度的收入已经将近1亿美元 比去年的第一季度同比增长了32% 公司目前预计 今年的收入将超过4亿美元 而且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相比其他还没有盈利的公司 这家公司已经实现了盈利 在去年2020年 公司的净利润已经达到1300万美元 所以如果想要投资这家公司 我们不需要等3到5年才盈利 现在已经有稳定的利润了 按照刚才我们所提到的IPO的规律 还是要等待解禁期来临以后 出现回调再买入 这家公司当时的IPO价格是21美元 那如果能够回调至23到24美元这个区间 就可以考虑初步建仓 今天的第四只股票叫做Zip Recruiter 代码ZIP 目前公司的市值为25亿美元 在5月28日上市 但是他们并非通过传统的IPO方式上市的 而是通过了Direct Listing上市 当时的Reference Price在18美元 上市的首日股票就大涨了17%至21美元 后来一度走上了25美元 但在那之后也有所回调 一度下跌到21美元 但近期因为大量投行给出了买入评级 导致股价再次暴涨至24美元 在过去几天中 一共有5家投行给出了评级 其中4家都给了买入评级 只有一家给了持有 最值得关注的是Raymond James 他们给出了36美元的目标价格 距离今天的收盘价有53%的上涨空间 高盛也给出了28美元的目标价 距离现在有19%的上涨空间 ZipRecruiter成立于2010年 它是一个求职平台 雇主和求职者通过这个平台来找到对方 而且他们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将求职者和最适合他们的企业 进行自动的匹配 目前有超过200万家企业 使用ZipRecruiter寻找员工 而且有1.1亿求职者 在这个网站寻找到了工作 在2020年公司的总收入为4.2亿美元 比2019年的4.3亿美元有所下滑 那这样一家高速增长的公司 怎么会出现了3%的收入下滑呢 主要是因为去年新冠来了以后 很多公司都终止了招聘新员工 据行业统计 去年整体的招聘市场收入下降了30%到40% 所以ZipRecruiter收入去年仅仅下降了3% 还是大幅跑赢了其他同行 而且值得关注的是公司在去年已经实现了盈利 从2019年630万美元的亏损 扭亏为盈 在去年获得了超过8600万美元的收入 而且在2021年今年的第一季度 公司持续高速增长 收入达到了1.3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1% 也获得了0.13美元的每股收益 公司目前预计随着新冠疫情的结束 招聘市场的复苏 公司下半年的收入将加快增长的步伐 预计今年全年的收入在5.8亿到6亿美元之间 这也就意味着同比增长39%到44% 公司再一次进入了高速增长的模式 在过去一周中 因为大量投行给出了评级 推荐买入 股价也因此被推高 所以按照惯例 我们还是等待这一波热情退去以后 如果能够回调至18美元 reference价格是最佳保守的初步建仓价格 但是如果您更加的激进 21美元的上下就可以考虑建仓 今天的最后一只股票叫做 Squarespace代码SQSP 公司目前的市值为86亿美元 在5月19日上市 也是通过direct listing的方式 当时的reference价格是50美元 在上市当天 其实股票反应并不好 收盘价低于了reference价格 最终在44美元 但在那之后却一路上涨 截止今天的收盘在63美元 比reference价格高出了27% 在过去几天中一共有10家投行给出了评级 其中8家推荐买入 另外两家给了持有 最值得关注的还是高盛 给出了90美元的目标价格 距离今天的收盘价有42%的上涨空间 可以看得出他们非常看好Squarespace 这家公司成立于2003年 它主要是帮助客户高效的创建自己的网站 并提供电子商务功能和营销功能 有些类似现在的shopify和wix.com 那Squarespace几乎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他们的订阅服务 所以这也就为公司提供了非常透明的和经常性的收入 在这些客户中有70%是按年付费 其他按月付费 所以也都是非常的稳定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增长依赖于能够获得新的客户 目前看来业绩还是不错的 在过去20个季度中实现了稳定的用户增长 在去年年底公司一共拥有超过360万用户 在去年的新冠期间 美国整体的电子商务飞快的增长 尤其这一类网站建立设计和托管的平台 业绩都有飞速的增长 Squarespace去年的收入为6.2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28% 虽然收入增长了 但是对比其他的竞争对手 Squarespace的营收规模和增速都不如其他的竞争者 比如说Shopify 他们去年有29亿美元的收入 而且同比增长了86% 但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 自2016年以来 Squarespace每年都实现盈利 所以这对比其他高速增长的科技公司是非常罕见的 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去年的财报 就会发现去年公司的净收入几乎减半至3000万美元 这主要是因为在新冠期间公司把整体的营销预算提高了40% 主要是为了借助电商发展的蓬勃期去拉拢更多的客户 所以这只是短期的影响 长期来讲公司将依然维持他们的盈利 在Squarespace所处的行业中 我其实更加看好Shopify 毕竟它已经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平台 包揽了更多的服务 但是因为这个行业足够的大 增长足够的快 Squarespace也有它的一席之地 近期因为很多的投行都给出了买入评级 将股价已经推高了 所以按照惯例 我们还是等待这一波热情退去再买入 如果能够回调至50美元的reference价格 是最佳保守的建仓价 但是如果您更加的激进 54美元这个区间就可以考虑建仓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五只股票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 您看好或者不看好哪家公司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也一定记得给我留下一个赞和一个评论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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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